小时候我们是武术家庭 我爸爸妈妈就在中国跟隆世荣 就是我们黄飞翁的系列 就练了熊家 拜师学艺 寻找江湖那些最鼎盛的 最威望的人 他说在那边跟隆世荣 黄飞翁的叔叔黄世荣在那边学 回来就跟妈妈结婚 我妈妈又很中功夫 就在这儿练功 这里是林世荣 又是我们的家 因为他那边学了 他又上去林世荣监馆 熊家的就是讲妖马 一来到当然要乘四平大马 成龙那些戏都是整支香 乘整支香 你说多久呢 坐得不好 那我爸爸就打你 拿一支棍子来搬你 我们一支木桩 不断砌桩 不像现在 又包着胶 打伤 又有避震 砌完又要砌一些铁枝 那些铁枝很重 砌砌砌 如果你砌得多 你的手 你叠一叠来 你真的会断 所以我们的基础 熊家就是 那个僑手 腰马 马步的变化 不是只有四平马 有钓马 三角马 丁字马 扭马 最初三年都学马步 就是乔手 在熊家里面 功夫文化方面 包含很有代表作 最有名的 虎鹅商营 铁线拳 五郎八卦军 五刑拳 川芯掌 春秋大刀 姚家大扒 斩马腰刀 斩马刀 斩马刀 耕田的座头 这些很多都是民间 以前我们乡下 用的兵器 又有内功拳 有内外功 包含了拳的功夫 那个咸义 还有要练 要练在这儿